辽宁号禁钓鱼岛郭文贵曝光 战机飞行员都是俄国的 中国男子向中共军方走私海洋技术 将出庭认罪 习近平去广西表情临重 战战兢兢的地方官火辣 中共国安部发新规 鼓励群众斗群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4月2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珍妇 中共辽宁航母自出航后 其动向备受关注 日本防御人27日发布消息 确认包括共军航舰辽宁号在内 共6艘中共军舰从太平洋 经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北上 驶向东海 27日上午有共机飞进钓鱼岛 此前辽宁号在海南岛东方外海 疑似故障原地停留近一天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近日爆料 辽宁号因被美军的电视单表才出现故障 他还称 其实辽宁号上起向的战机和飞行员都是俄罗斯的 追踪公开船舰动态的推特 OSRNT1 26日发布辽宁号及时卫星照 当时辽宁号打击群 位于台湾东部外海 接近宫古海峡 而日防卫省综合幕僚监部 在27日晚间发布消息指出 其海上自卫队在26日晚间7点于琉球列岛 宫古岛以南约60公里处的海域 发现包括辽宁号在内共6艘船舰 往东北方向移动 防卫省表示 辽宁号航母战斗群本月初也在同一海域向南航行 对于共军在东海的动向 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和P3C巡逻机都全程见识 另外防卫省指出 27日上午一架预警直升机从辽宁舰上起飞 由于该飞机并遇到列宇最东端 大正岛领空东北方向约50-100公里处 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升空应对 自由亚洲电台16日报道 在网络上流传的卫星照片指称 辽宁号等舰艇12日在海南岛东方外海 距离三亚港约290公里处 原地停留近一整天 引发外界好奇是否故障 对此 郭文贵23日在自媒体的直播中爆料 辽宁航关键设计横翼系统 被美军用最简单的电子干扰 许多电子讯号被屏蔽 才会导致辽宁号在南海窝趴发生事故一天 郭文贵称 一架飞机要能在浮动海上航空母舰的起降 最关键的在三大系统 动力系统 弹射系统和平衡翼 没有这三样东西 飞机上不去也下不来 美军航空母舰最牛的就是这个平衡翼 而美军日前公布博客级神盾驱逐舰马斯廷号进场 翘脚监看辽宁号的照片后 又传有怀疑美军PO出 中共新15战斗机降落辽宁号的影片 被警音还听到惊呼声 没想到郭文贵爆料说 新15B的飞机都是俄罗斯来的 飞行员都是俄罗斯的 你们不敢想象共产党造假到啥程度 郭文贵指称 辽宁号上的飞机和飞行员都是俄罗斯的 按小时寄钱 所以美日海军才静呆 华尔街日报4月27日报道 4月28日根据中国男子秦树人 与波士顿美国检察官办公室达成的认罪协议 他预计将在一个联邦法院 对违反美国出口规定 签证欺诈 向政府人员撒谎 洗钱和走私等罪名认罪 他被控非法采购了美国海洋技术 为中共建立海底无人机军备服务 作为交换 美国检察官同意放弃其他几项指控 并表示他们将要求秦树人服量刑指南规定的较低刑罚 这可能是大约7年左右的监禁 具体刑期取决于法官的调查结果 华日称 美国官员和提交的法庭文件 将秦树人描述为是北京建立海底无人机军备宏伟计划中的一个齿轮 该计划部分建立在获取美国和盟国的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而且该计划正在成为对美国海军力量的一种威胁 在太平洋 印度洋和北边洋 北京正在部署越来越多的先进海上无人机 形成美国官员认为可以追踪美国潜艇的传感器网络 这可能会削弱美国海军在海面下的关键优势 正如其水面舰艇越来越容易受到中共导弹威胁一样 在法庭上 秦的律师将他描述为一个向中国科学家提供海洋学仪器的商人 他们说 他搬到美国是为了让他的孩子接受美国教育 并与设在美国的制造商进行更多的交易 根据认罪协议 秦预计将承认使用虚假运输信息 从美国供应商数购买了60个水下听音器 或者说是用于探测和监测水下声音的设备 检察官说 秦误导了美国供应商 他谎称这些设备是为一个中国民间研究人员准备的 相反 他们最终在没有必要的出口许可证情况下 被送到了从事军事研究和参与海底无人机项目的中共研究所 美国检察官还表示 秦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包括 无人水下载具和机器人船 在2015年至2018年间 秦向中共政府控制的实体提供了800万美元的货物 检察官说 他的买家包括中共海军的南海舰队和海军舰艇学院 华日称 秦只对水下听音器相关指控认罪 在2019年的一个采访中 秦说他从未输售过水下载具 只为科学研究提供设备 主要是向中国学术机构提供 住在维尔斯利的秦树人 2014年成为美国永久居民 经营几家设在中国的公司 主要从美国和欧洲进口水下及海洋科技产品 其中一家叫海洋链技术公司的客户 包括中共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的海军作战部门 秦树人是这家公司的总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25-27日在广西多地考察 期间他在桂林当众向桂林市委书记周嘉宾训话 强调要把桂林打造成世界级旅游胜地 习州二人之间的身体语言引发热议 视频在推特热传 自由亚洲推特对此点评道 从二人的身体语言或可观察出 当下中共官场的政治生态 此前新华社还发布一张 习表情临重灰发苍颜的照片 令观察者有一丝不祥的感觉 网友热评 别看现在是奴才软过身 那就是野啊 与朝鲜金正恩的距离 就差一个本子一支笔 主子与奴才的关系 被掩盖成上下级同志关系时 就是这样的 施委书记在老百姓面前是趾高气扬 但在皇上面前就是个小学生 北方有千年大计造雄安 南方须世界级别搞桂林 这个党官一副阿谀奉承的样子 脑袋如捣蒜 明年一尊称帝了之后 这些文武党官就直接下跪了吧 旅游景点千字百态 内涵个性各有千秋 也分级别吗 世界级是啥标准 据官媒人民日报报道 桂林市委书记周嘉宾事后接受访问时说 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阴影嘱托 公开资料显示周嘉宾生于1964年9月 山东郡城人 2011年8月至2015年2月 任广西北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 2015年2月6日 周嘉宾当选广西桂林市市长 2017年12月 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 2021年2月 任中共桂林市委书记 此外 习近平这两天去海南广西视察 新华市发布有一张他的表情凝重 挥发苍颜的照片 令观察者有一次不祥的感觉 习称 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共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为什么中共能成功 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 法广的署名评论文章表示 一些关心中国前途的人认为 其实道路就在眼前 即便按照中共的党规 中共领导人每养届于患 明年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本应正常交班 作家苏小康曾说 中国的危机都在一个人身上 2018年的时候 北大教授郑野夫就已发出公开信 呼吁中共体面退出历史舞台 前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指出 被一个人控制的这个党本身 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 要免于中国几年陷于恐怖的乱世 最好换人 换人并不能一下子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 但至少带来希望 带来相对宽松的环境 可以酝酿改革 可以大大化解近年来中国与全世界日益敌对的局面 中西方关系日益紧张 华盛顿正试图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安全影响力 中共国家安全部4月26日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反间谍行动 鼓励检举揭发 以应对中西方国家全面恶化的国际环境 规定要求机关 团体 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一般单位各尽其责 防范和防止外国间谍活动 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规定还提到 对于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存在问题的相关单位 国家安全机构可依法责令限期整改 或依法约谈相关负责人 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问题落实责任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共国安部的一位官员表示 制定规定是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兴实需要 这位官员说 当前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 对我国渗透密切活动明显加剧 手段更加多样 领域更加宽广 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构成严重危险 中共4月中旬还发布了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片 并称任何组织和个人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和线索 可通过电话向安全机构举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 中共外交政策高级分析师戴维斯表示 北京希望将商业公司 大学 媒体和智库 更多的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以监控和报道在华运营的 西方实体的活动 因此这让西方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 变得更具挑战性 他还说 这些规定将在多大程度上在境外执行 以便中国公司和实体以及个人 即使在中国境外经营 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这还有待观察 美国情报部门在4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 把中共扩大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努力 视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 报告还说 中共是一个越来越具有可匹敌美国实力的竞争对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